我參加了車劇 因為覺得生活無趣 看著他們興高采烈的討論 改了哪套椅子 哪種煞車 哪支排氣管 我望著我手中的農家橡樹 我的椅子 我的煞車 還有我的排氣管 苦惱著我原廠未改的車 上了車 發動引擎 看著他們驚訝的表情 結束我這天的行程 有錢人的生活 就是這麼樸實無華 且枯燥 枯燥 枯燥 阿翔 阿翔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老師推車 我告訴你為什麼講話要這種口音 因為黑人 上半身台灣人 下半身黑人 要開什麼 威爾史密斯開的 MIB專用車 為什麼要兩台一樣的 你看得出它哪裡一樣 哪裡不一樣嗎 上一集你要賣多少 我跟泰山說什麼 回顧片段 回顧一下 其實我蠻想買的 為什麼 阿你想這車要幹嘛 沒有用處 以後你就知道了 好 我們上次估的是這一台 2003年的 E240 大燈已經泛黃 欸這一台看起來 大燈沒有泛黃 我告訴你 你絕對意想不到 你以前在買PS3 PS4的時候 有銅捆包有沒有 這一次 我就跟大家介紹 W211 E-Class的 銅捆包 這台也是2003年的 W211 那它就是大名鼎鼎的 E55 5500cc V8引擎 機械增壓 最大馬力 472匹 扭力多少 71公斤米 那是什麼概念 你不需要知道 因為我跟你講70 你真的也體會不出 到底70公斤有多可怕 像我有一個朋友說 賓士或許不是最好的選擇 最貴的選擇 但是 它絕對是不會出錯的選擇 賓士 號稱是這個 車中的勞力士 買勞力士跟賓士一樣 手錶一樣 你有AP 有PP 你給他知道 G-Shark而已對吧 也許都有更貴更好的手錶 但是 勞力士為什麼毅力不搖 因為 它也許不是你最好最貴的選擇 但是它絕對是你 最不會犯錯的選擇 今天我們的賓士 就是一樣的感覺 當時新車的售價 592萬 5500cc 在台灣一年的稅金 82770元 你除以365天 代表什麼 這一台車不吃不喝光稅金 你一天呢 就要為他吃三餐 早餐吃這個安安美之城 中餐可以吃 池上白骨便當 晚上還可以再吃個雞腿便當 三餐合起來 就是他一天稅金的錢 所以養這台車跟養一個人一樣 還不包含 這個人還要攝護線保養 不是 時間到了還要保養一下 等等的費用 待會我們就帶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的兩位主角 同捆包怎麼捆在一起 走 當時W211最早率先採用兩支羽刷 之前的賓士都是一支羽刷的 在這個211的時候才改成兩支的羽刷 可是一支比較帥 你不覺得嗎 我跟你講改車就這樣 兩支羽刷的時候 你就想改成一支 一支羽刷的時候 你就想改成兩支 改車不變定律 五門覺得雙門屌 雙門的時候覺得四門屌 賣車的時候 有四門的就問你說 請問有五門的嗎 你在賣五門的時候 請問有四門的嗎 當你都有的時候 請問有首排的嗎 大概故事都是這樣演的 這個叫做消費者的套路 鋁圈 當時155配的應該是這個 18吋 原廠應該是配18吋的鋁圈 但是呢 這個車主已經把它改成19吋 2453519 欸35欸 有多薄 這個1240原廠是2255516 這是俗稱的甜甜圈 然後再來看到了8活塞卡鉗 AMG的鋁圈 畫線通風碟 你不要看他先生喔 先生是因為這台車 這台車已經放了一年 剛開始在拍片的時候 其實差不多那時候就回來 但是呢 我對他一直心存敬畏 一直不敢拍他 我覺得這個車深度很深 這個一不小心講錯 可能會被強大的這個觀眾朋友 炮轟 很多車我都不敢做 K8我也不敢做 因為做出來 到處都是比你還強的人 我現在這個155出來 有人說啊155哪有啥 155我已經塞10多台了 有沒有 大概就類似這種留言 它前面是8活塞 後面是4活塞的卡鉗 自動力沒有問題 喔 上次155出來大家在講什麼 SBC喔 其實SBC不是匯豐銀行嗎 他們在講的是一個抑壓煞車輔助系統 大家都說 唉唷好恐怖喔 這SBC喔 壞掉了 有的沒的 大家就開始出來 留言一直出來 後製要記得 好多留言 SBC 可是也有人出來說 這哪有什麼 這裡面活塞換個就好了 所以一件事可大可小 看你怎麼面對而已 這個車喔 SBC開了就出人命 看它路上的一格拉斯都假的 不是我說的喔 我是說那些留言的感覺是這樣喔 理性留言 恢復討論 我開引擎室看一下 有沒有 這一個舌頭有沒有 嘴子要拉出來 要吐嘴子跟蛤蟆一樣 蛤蟆嘴子吐出來 這是外的 我跟你講 你看已經被我放到都深灰塵 有一個重點要看 就是這裡 看這個名牌 我叫你們很像考古學家 埃及古老文明地底下的名牌 這一定是外星人曾經來的證據 看當時畫了一棵樹 跟一隻喇叭 喔不是這不是喇叭 這是那個氣門啊 工程師簽名 然後這裡有AMG 這裡就是AMG 名牌代表什麼 又有AMG 我開大等 大等 現在外面有很多人在那邊說 A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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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是假的 支持證明 那叫AMG Line 不是AMG 好不好 真正的AMG 是要在引擎上面有名牌 有工程師簽名 那個才叫真正的AMG 好那跟M Sport一樣嘛 318M Sport 上面一組就是318 A250 AMG 意思是什麼 就是A25 AMG當時是一個改裝廠 車改得太好 鄉下地方的小作坊 到最後成為原廠的一個副牌 屌吧 這個引擎喔 2002年的時候 它獲得了年度最佳引擎大獎 聽起來好像沒什麼對不對 可是當時 腳足的有什麼車你知道嗎 RS6 4.2 V8的引擎 擊敗M3 16引擎 3200cc 擊敗Falari 575 V12 5700cc引擎 擊敗 擊敗 擊敗了各大的大廠 獲得了年度最佳的引擎大獎 當時賓士的工程師都說 這一台應該是產線上 量產車裡面最快的一部 甚至工程師在測試之後 他還說了 包括SL55 都沒有這個155來得好開來得快 2002年上市之後呢 他也獲得全世界最快的量產之車的美玉 美玉你知道嗎 美玉啊 我們孤母叫美玉啊 記得有AMG名牌 代表AMG工程師 調校組裝過檢查過QC過 這個才是我們行家裡面說的真正的AMG 基本上我們可以看一下兩台車的外觀 從外觀上你幾乎看不出 155跟一般的Ecar差在哪裡 這個就是要內行的人才看得出來 所以為什麼我稱他叫做低調的王者 不是西人那個王者喔 國王的王 低調的魏王人 看到魏王人就覺得很像是什麼封面 看到魏王人就想到什麼 這一片有黑絲襪 泰山你是不是在想這個 喔沒有 是我是 你看喔 外觀上面它除了 稍微有一個這個比較低的下巴以外 還有這個比較大的AMG鋁圈 可是AMG鋁圈很多人會去換也看不出來 側面呢 你看到V8 Compressor 機械增壓的Mark名牌 欸 也很多人會貼啊 那個很多五金行就有在賣啊 它從A到Z都有有沒有 你看這個側群的部分 基本上高度上也沒什麼差異對不對 可是其實是因為 欸 我們有氣壓懸吊 所以它可以調整高低 但是沒有辦法當跳跳車啦 就高跟低軟跟硬而已 你看後面 除了這個小壓尾以外 還有155 AMG的尾管有沒有 但是 改尾管也很適合 像我們上次去那個對不對 聽說我們節目播出後 生意掉了兩層 沒有啦我不知道 為什麼我叫它叫低調的王者 因為你真的從外觀上 你看不出它到底是5500cc的 還是甚至當時還有一兩百 我怎麼知道你是200的還是5500的 根本就看不出來 我們沒有貼隔熱紙 為什麼 因為從這邊看進來 你就可以看到AMG 有沒有開車車 對不對你臉這樣帥哥 不管怎樣都帥哥 有沒有看那個漫畫啊 一個長得很醜的 然後穿著衣服 喔這衣服版型不好 然後一個帥哥穿同一件衣服 臉變很帥有沒有 喔這車版型超棒的 一樣的東西 臉的差異而已 好不好 好進試那一看 上車 欸 沒什麼不一樣啊 有啦 有沒有看到 反皮的 平靶方向盤 現在AMG Line 是不是都平靶方向盤 再來一個 椅子還要什麼 AMG的名牌 這個AMG的椅子 跟一般的椅子有點不一樣 它的這個 側翼比較豐厚 包覆性比較強 但是我們看一下 這Ecar的椅子 你就知道 差在下 有沒有 完全沒有包覆性可言 成就 的這個 核桃木花紋 還有會亂轉的時鐘 網友很厲害 他說那個時鐘 這樣就是好 電不夠啦 什麼什麼 網友真的很強大 什麼都知道 好啦我先發動一下 給你們聽一下 豐厚的引擎聲 好不好 相信片頭大家已經 有聽過了 對不對 再讓大家聽一次 這是什麼 哈門卡頓 這外面也有在賣喇叭蓋 就是裡面的喇叭是 可能是Panasonic 外面喇叭蓋是 哈門卡頓的 它除了門板上 可以調這個椅子 對不對 電子後照鏡 晶片調整 四門電動窗 除了這個以外 這裡還有一個 你看不 這邊有火器啊 賽車必備嘛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控制按鈕 調那個電動靠腰的 它可以調那個上下 沖氣 你要沖多薄 這個其實沒什麼啊 這個現在很多車都有了 然後這個 我們上次那台壞掉的那個 電動盤頭爐 1240那台Pan 這個是好的 我很喜歡這種方向盤 這以前叫做變形蟲方向盤 變形蟲的意思就是這裡 跟大拇指剛好混合 然後這邊呢 有這種換檔 有沒有 加減加減 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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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V8 Compressor 這個是水溫燈 這個是汽油燈 白底的 時速到320公里的一個 時速表 但是我告訴你這應該開到250 因為限速 電子限速就對了 對你要去解電腦 台灣到120而已 所以你買一台5500的只能開到120 有沒有 氣壓懸吊 對 也可以按 下降了 再按下去就上升了 上升了 上升第二段 可是喔 這一隻壞掉2萬塊就好了 便宜便宜的 不貴 它這MCS就是這個 Normal Comfortable Sport 好不好 好 17萬公里 2003年的 看一下它的影音系統 有沒有 AMG我開大的 大的 好 這個就是很古老的 我記得沒有倒車影像 倒車專用的 蔡蔡你知道這按下去會怎樣 我按喔 快速輕倒 這是倒車的時候用的 不好意思喔 它只有下去你再按一下 它不會起來喔 我問你啊 他說因為怕你倒車 看不到後面嘛 所以把它按下去倒下去 為什麼沒有按一下 它會自己起來 然後我要再去後面一個一個 再把它折起來 而且還不是一次折三個喔 我去折給你看 有沒有 就剛剛 有沒有 跟它落字耶 有沒有 為了很帥 欸不用啦 我要倒車不用不用 按下去 全倒 倒好帥喔 趁沒有人的時候回來 自己一顆一顆 默默再把它折回來 你要嘛 你就是兩個嘛 快速輕倒 跟自己還會起來 要嘛 你就乾脆倒下去都不要 對不對 你這樣子平常一定都是放倒 你就不要立起來就好了 我知道後座乘客 如果有要用的時候 叫他們自己折起來 你要倒車你就再把它用下去 他用再把它折起來 你要倒車再按下去 他用再把它折起來 他就這樣一直重覆一直重覆 無限loop這樣 好 功能鍵介紹完了 天熱椅 雙區恆溫空調系統 我之前講過最沒有意義的一個東西 在同一個空間配雙區 我真的不知道意義在哪裡 天窗不大 看一下後座 欸你看到沒有 欸那幾區 四區恆溫 對 四區恆溫它這裡還有什麼 拉拔 可是你看這個老了有沒有 你看偷枕 對啊 這真的齁 車子齁 年紀到了就是會怎樣 不過它天蓬還不錯 天蓬沒有塌下來 你看它鑰匙其實 它這是舊式的冰式的鑰匙 新的改成那個鐵的 兩邊鐵的 當時的這種IT有沒有 其實你只要上車 按這個 Engine Start 所以它鑰匙其實是IT 你不知道你會以為它是要鑰匙啟動 可是那這樣這支鑰匙怎麼辦呢 沒地方放 好吧 只好再插一下 插下去 蓋熄 兩個系統是衝突的有沒有 你看我這樣按就沒有用 所以你要轉過來 還是要把它發動 你要嘛就不要插 要插你就是只能用插的 你把這個打開 你以為是一定要這樣對不對 它是不是手機 不是 它不是手機 Open 這還有一個夾子有沒有 有沒有 等一下這一瓶我開車的時候 水不能灑出來 沒困難 因為有蓋子 哈哈哈哈 它這個就是 我們的俗稱 叫做 背蛤蟆 有沒有 你只要誠意夠的話 它就開了 開了 諾基亞 這什麼型號你知道嗎 六位 欸這 我們姓卡差勒 搞不好還卡在那裡 好 試車走 前面有你的同箱 欸 看到沒有 那個就是 上下都黑人 我是下半身而已 我跟你講 為什麼說這個叫低調的王者 除了說這個車外觀很低調以外 穩穩慢慢開的時候 它就是一台非常家庭取向的車子 為什麼要用電子懸吊你知道嗎 因為電子懸吊是真的 可以做到很多抑壓跟氣壓懸吊做不到的事情 你想想看如果抑壓跟氣壓懸吊能做得到的話 誰要去做電子的 誰不知道修起來貴 可是問題來了 因為電子懸吊可以做到一般懸吊做不到的事情 比如說 調整它的軟硬高低 一般的避震器 你調軟是不是 全形成都是軟的 電子懸吊可以做到說 前半段阻鈴是軟 後半段阻鈴是硬的 它可能甚至在你需要你在過彎的時候 利用那個G值的感應器 感應到之後 它就加深你的主力 就可以造成你的操控是一個很棒的狀況 我們現在錄到現在有沒有 你知不知道同款包的意思是什麼 知道啊 你知道嗎 我們只是說一次賣兩台 我們沒有在鼓吹什麼東西 我們只是在跟大家講說 同款車對不對 一次擁有兩台 一台5500的 一台2000多的 對不對 2000多的稅金比較便宜 5000多的稅金比較貴 沒有什麼意思 沒有含義 要誤導大眾 幹嘛要這麼大小 這個引擎喔 我們光聽到 5500cc V8機械增壓 你就已經產生敬畏之意了 基本上這個車你在路上 你遇到超跑等級的 都不用太緊張 但是這樣我跟你講 這個車 0到100 9.8秒 好像嗎 9.9 不像嗎 沒有 我的0到100是100mine 160公里 好不好 0到100公里 你知道幾秒嗎 4.1秒 4.1秒 4.1秒什麼概念 你知道嗎 跟我硬起來的速度差不多 隨傳隨到 可是我必須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機械增壓的關係 它沒有所謂的渦輪磁質 2,600多轉 你就可以把它最大的馬力跟扭力發揮出來 一直到4,000轉都是OK的 然後旁邊一台那個CAMBERRY開很快 有沒有 哇超火車 然後我們現在油門家具 台上有感覺到它的暴力形象嗎 被抓著一直跑的感覺 我覺得開車真的可能很容易被挑釁 所以我跟你講 我強烈的建議 後面不要貼155 V8那些字都要拔掉 後面貼一個E200 旁邊再貼一個Classic 這樣慢慢開就好 半豬自老虎的感覺也不錯啊 以前我有朋友有沒有 開M3啊 然後後面貼3100 3100 有人就喜歡幹這種字 低調 但是你們覺得這車做起來真的是 雲文雲虎 還蠻舒服 對啊 普通在開的時候對不對 你要當一個好爸爸的時候 其實是蠻舒服的 好我們一直在講嘛 我不知道車要開那麼快幹嘛 因為台灣的限速最快 就是賣120而已 可是我跟你講 有錢人跟你講的不一樣 對不對 開不開得到無所謂 但是我就是開155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你像我朋友家裡那種有錢人的 他從台北出發 對不對 下台中沿路都走路間的那種 超速對他來講 啊可是現在有危險駕駛對不對 所以也不能太秋條了 以前常常那種傳說嘛 我台北到台中只花了30分鐘 台北到高雄 一個半小時 傳說很多個 可是我一個都沒見過 其實之前自己曾經擁有過那個A250 但是其實我一直很懷念就是說 其實現在新的賓士啊 已經沒有那種開賓士的感覺 我知道這對很多人來說 可能是一個很虛無飄渺的形容詞 但是現在新的賓士喔 改得很輕 鋁合金的底盤 鋁合金的車體 然後方向盤轉向很靈活 加速呢油門踩的反應覺得也蠻快 查下去渦輪開 哇衝得出去好像很快對不對 可是其實失去了老賓士的那種穩定感 這份穩定感喔 我覺得在2009年之後 如果以C-Class來講的話 應該是W203 應該W203之後 基本上就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已經感受不到那種感覺了 我所謂的那種感覺就是 以前那時候賓士大家說二檔起步 起步呢 覺得車身很重 但是呢 不急不徐的 方向盤的轉向呢 也感覺稍微有一點重量感 你感受到你輪子的轉向的位置 以前開賓士啊 最常感受到的就是 你本來是開車開很快的人 可是當你開到賓士啊 你會在不自覺裡面啊 你會降低你的轉彎的速度 比如說像我現在轉彎 它會很自然的讓你放慢速度 所以呢 有人說BMW操控很棒 但是賓士的老車 比起BMW 多了一份穩重感 不管你是幾歲的人 你開到了賓士之後 老賓士之後 你就會變成一個很穩定的人 那這個穩定是慢嗎 不是喔 至少在E55上面 不是慢 而是能讓你在 很有安全感 很有操駕體驗 很有安定感的狀況之下 你去開快 我們開STI的時候 哇動力遠遠不絕 有沒有開了 踩到油門會怕有沒有 這台油門踩的也會怕 但是那種怕的程度啊 是比較低的 其實你知道你是安全的喔 這個就是很多歐洲的名車豪車 跟一些日本的所謂的跑車啊 加速度很快的一些名車 自己開起來我覺得最大的差異 就是在於速度快的時候 你的安定感覺 就是你的差別所在 其實E55很多人會怕很難照顧啦 那其實它大部分的零件套件 你這個除了引擎 還有少數底盤的東西以外 其實大部分都跟E54一樣 但是這個引擎是最貴的地方了 它有可能會有很多真空管洩漏啊 一些線材老化的問題 必須要注意 你有沒有聽到那種 摟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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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機械增壓聲音真的是好聽 真的欸 欸 最近點閱率不是很好欸 要不要關一下ESP 關ESP 衝一下點閱率 對啊 關ESP 還要出事才有點閱率 不是只有關掉就會有點閱率 好不好 470多匹 把ESP關掉 講實在的 下次齁 有機會我請統哥來試看看 這個我沒辦法 400多匹後輪驅動車 而且它這還不是渦輪車喔 基本上它的動力是隨傳隨到 我現在的油門啊 我踩的感覺啊 跟車子給我的反應啊 我不覺得我現在在上坡喔 我覺得我好像在平地你知道嗎 你絲毫感受不到說 喔我有點累耶 好像在爬坡那種感覺 這就好像 有一個人他有3億的錢 你從他的戶頭 偷偷領走300塊 意思一樣 沒有感覺 然後 即使在轉彎 過彎之後呢 我覺得他沒有所謂的 轉速掉下來的問題 因為他隨時都補得上 這對他來講太輕鬆了 你知道我現在感覺啊 他在跟我講說 欸有沒有難一點的 這個真的是小兒科 沒什麼感覺 沒有什麼感覺 我真的我不覺得在爬坡啦 他這個當時喔 用的是克蘭斯勒的一個 叫5G Tronic 武術的變速箱 他是手自排的 然後呢 這個變速箱 邏輯什麼 沒有特別屌的 他唯一一個地方就是 他這個是一個 可以承受高扭力的變速箱 你想想看 這引擎輸出的扭力 高達70幾公斤米 那你的變速箱 齒輪 銜接性 強度不夠 一下就崩尺了 你如果像我小小 中央要沾下去 起了一下就崩了 所以他這個是一個 可以承受高扭力的一個變速箱 我們常常時不時 有時候會聽到 BMW 浮世變速箱壞掉對不對 你是不是覺得比較少聽到 賓士變速箱壞掉 還真的蠻少聽到 我說的是老賓士喔 新的賓士我不敢講 看賓士就是厲害 他可以讓你快速的過彎 但是他真的不會讓你覺得說 喔過一個彎這樣 喔過那個彎邊這樣有沒有 好像騎手機有沒有 壓車有沒有 他抑制色情抑制的非常的棒 甚至我連Sport的模式 什麼模式都沒有用 因為今天我們不專業的試車 沒有要試這麼屌 因為5500cc的機械生壓引擎 基本上我什麼都不用做 我就這樣開就好了 我最主要要確定一件事情 有沒有油 水溫會不OK 沒問題 我就盡情致意的開 揮灑自己的色彩 下一句是什麼 你已經知道喔 我知道 我不知道 載車多少錢 2003年對不對 跟我們上次來1240一樣 那1240我們買13萬8嘛對不對 回來還沒有花錢嘛 但是那個車我覺得應該不用花錢 因為它那個只要 那個車能夠維持可以去驗車就好了 因為這個車其實也還蠻耗用 你也不可能每天開啊對不對 可是這個很難啊 你同時你還要 然後家裡可以有停放兩台車的位置 這其實這一點就不是一般人搭做的到啊 但我就蠻適合的 所以我一直沒賣 我一直放在那邊嘛 停牌了 我想開的時候 對不對 我也不可能每天開 賣1公升大概5公里左右的油錢 真的嗎 真的啦 1公升5公里 5公里算不錯了啦 所以這個車不用講一定耗勇的啦 我們今天介紹這個車 也不是說要推跟大家買 坦白說啦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子的能力版的騎 我真的是說實在 買都買得起啊 養啊 有錢啊 稅金啊 修理啊 保修啊 那基本上我覺得 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玩老賓士 其實老賓士真的它 妥善率就我自己的經驗啦 真的會比老BMW來得很高一些啦 就是一樣的年份的賓士跟BMW回來 基本上以同樣的出發點來看 其實真的BMW整理上面要花的金額是 真的是會比較高一點 我坦白說 那BMW是越老越好整理 我覺得很多車廠都這樣嘛 以前坐車傻傻的啊 不懂得省錢嘛 有多好做多好 那現在車廠也學聰明了嘛 應該是消費者也變聰明了 所以大家就開始想辦法省錢 那東西就是 欸 用到剛剛好對不對 時間壞掉你才會回來修車花錢 對不對 冰塊有多多用 多多喝完你就走 提支 有多小做多小 做不舒服你就走了 那是這種概念嘛 這個車2003年的155 這市面上 第一個數量已經不多了 那基本上要賣出來外面的售價 我覺得會大約在40萬左右 甚至有一些 改裝品多選配多 狀況他覺得真的很棒的 賣到50萬也大概有人在 如果是小市在賣 銅滾包兩台有沒有 兩台50萬帶走 我是想這樣賣的 欸這樣便宜 你看我們那台買13萬8對不對 等於這台才賣多少錢 30幾萬 30幾萬 對 那事實上喔 155這個車如果要交給車商來收的話 我覺得價格應該會在30萬左右 但是還是要看這個車的里程數啊 跟前車主為時的車況 但是大部分 我們遇到的這個155喔 我坦白說 車況要不好 有點少 有點難啦 因為大部分這個車回來真的就是 以收藏居多啦 你像我這種心態 放在我那店裡放一年了 你看開有沒有10公里 今天大概是他這一年來開最久的一次了 泰山你從你來就看到他一直在那邊了 然後定期去發動 偶爾把它移出來洗一洗 你看上一部我們那個B&W有沒有 大家說喔拍的好感動有沒有 感覺好會行銷喔 不是那不是行銷 以我來講啊 我是真的是對車是有興趣的 無奈什麼 能力不足 怎麼說 我拍上節目或者是我收藏下來的車啊 每一台我都不想賣 我每一台我都想把它整理很好把它收著 但是我們沒有那個實力 沒有那個財力 如果520可以的話 我真的我也想把它留著啊 大家商人啊 對啊賣要賺錢沒有錯 問題是 我是真的對那個車是有興趣的 有感情的 如果可以每一台我都想留下來 155我也想留下來啊 我想開的時候偶爾開一下 可是我真的沒有那麼多時間 去開這麼多車 也沒有那麼多實力 收藏那麼多車 我真的有認識那個 蠻有錢的 而且他在業界蠻有錢 他都收藏老車 然後都放在倉庫裡面 我們沒有那個實力 如果可以的話 我也希望全部收藏起來 到時候弄一個博物館 博物館要不要收門票 錢從那裡來 要怎麼養人去維持這些車 維持這些來上班的人 對不對 你顧店你就是要開 你也要賣門票收門票的人吧 對不對 你也要有定期在清車子的人吧 沒辦法啦 這輩子對不對 啊不然這樣啊 那個線上的朋友 大家集資啊 開個博物館 開個基金會 基金會 戀財 基金會賬戶在這邊 有沒有 大家匯款 最後的集資的募資的目標 就是要開一個老車博物館這樣 沒有人那麼無聊啦 這通常都是什麼 萬人響應一人到場 大家都 好啊好啊好啊 博物館好啊好啊 捐錢沒有了 沒錢 反正這車喔 跟大家分享 市面上車商收購價錢 大概依照車礦會在30萬左右 這車沒有行情 好不好 行情不是我訂的 我也沒有亂喊 但我覺得是在30萬左右 然後賣出來呢 我覺得就是會在40萬 其實應該會在40萬左右 甚至到50萬 那依這個車礦不等 這樣子的一個特殊的車款 它的價錢就是會依照它的車礦吃得很重 好車礦好的 再高都有人願意買回來收藏 那今天 這一集的155 小事已經醞釀沉澱很久的155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 要記得訂閱留言 開啟小鈴鐺 捐錢 沒有啦我捐錢 基金會還沒成立 支持我們做出更多更好看的 汽車相關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 掰掰 155 下半身Black Main in下半身Black 1 2 3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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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